Oh yeah 生命不惜碳钓不止 各位爱钓鱼的小伙伴们 今天有大鱼向大家展示 欢迎回到Wall the Horse Miley的钓鱼频道 今天我在达拉斯这一块 是以前我在地图上看到的 特别多丰富水体的地方 有湖 池塘 还有河 小溪 今天有机会终于可以在这做钓了 这有一个碳出去的一个肩胛 结构相对丰富一些 我认为这有可能会有鱼 它是流行厅送给我的这个 仿车轮20磅的皮衣线吧 前岛式17磅的尼龙线 Let's go 这有一个浮漂 这也算是一个结构 这附近应该是有一个靶场 所以可以听到枪声 我们到这一块试一下 我发现在这一块有一个小径 可以走过去 那一块有一个海水沟 先离远点 希望这能上一条大鱼 我们要用它 看什么 我们要用它 然后用它 有一个咬手 点小鱼 ok 上鱼 好的 我的钩子小 然后耳大 所以我得红耳 喝点一个小龙虾 ok 开始 咱们先朝这边甩一会儿 我回来钓一下这个寒冬 应该会有巨雾啊 杀鱼了杀鱼了杀鱼了 杀鱼了 刺激 虽然是一条小鱼 完成了不打跪的基本目标 让我轻轻地把它放到水里 这样的话不会紧绕其他的鱼 把耳给整理一下 看看第二条有多大 第二条 跳底来钓 应该有更大的鱼 只不过被这些小鱼咸给咬了 杆尖杵下去看看水有多深 硬底应该有个40公分的样子吧 这边已经钓上来两条了啊 这边已经钓上来两条了啊 检查一下线组前岛还算结实啊 我们继续 看能不能抛进去更深一些 应该更深的地方水温更低更容易藏大鱼吧 咬咬咬咬 就没大点的鱼吗这儿 换一个耳啊 Shatterback 之前我在视频里边问大家有没有使用过这个耳 很多人都没有用过 这是一款经典耳 我拿它试一下 在这个寒冬里边没有风 这个空间又会造成比较大的共鸣吧 我想通过它制造的声音和水花 能够把寒冬深处的大雨吸引出来 嗯 这一根泡的地方是 一个大榨水吧 谢谢 我的计划没有得逞啊 它现在一个咬口都没有 就在这块儿吧 没中吧 中没 好像没中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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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 on It's much bigger Holy moly Holy cow That's a huge one Oh my gosh Holy moly Dang 漂亮 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展示的 绝对是个Football 最不要说 六九一点 劲儿比较大 应该十米银次那样的吧 不是非常大 哦不止 应该有十七八寸 哦 我可以得到 我可以得到 现在 我可以得到 我可以得到 你 你可以得到 你 我可以得到 对 漂亮 太刺激了 谢谢大宝贝 很敦实 这个寒冬太牛串了 现在可以向大家交差了 然后之前跟大家说的 这个Jetterback 经典耳 今天也向大家展示了一下 这个水面西的耳 是如何上大鱼的 这个 可以把我的小拳都换进去 钩子是挂在它的唇的外边 在美国 比如说德克萨斯州 如果这个钩子 没有挂到鱼的口内的话 这不算你钓上来的 唇上的这些小牙齿 非常的锋利 看这条鱼 是可以把全都撕进去的 这应该是2022年 目前来讲的话 最值得我骄傲的一条鱼了 现在我们送 寒冬霸主回家 希望你健康成长 长成26英寸 拜拜了 谢谢 真是要衷心感谢这条鱼 对我的帮助 对这些视频的帮助 它证明了我没有胡说八道 其一 寒冬里边是一个极佳的钓点 其二就是我钓上这条鱼用的水面系的甲耳 因为我想通过水面系制造的噪音水花 在寒冬里边形成混响 这样的话会把深处的大鱼给吸引过来 于是乎 这条鱼就帮我证明了我的猜想和推断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在德克萨斯州野钓探钓的视频 不妨点关注 下期再见